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国际专利申请量较2016年增加13.4% 总数达48882件 超过日本 月居第二位 仅次于美国 中国的大多数专利申请来自数字通信领域 据WIPO称 中国是唯一一个申请数 保持两位数增长的国家 中国国内专利申请量已位居世界第一 根据WIPO于2017年12月发布的年度报告 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在2016年售理的专利申请量就达到了130万件 这一数字超过美国 日本 韩国和欧洲专利局的总和 位列全球第一 其中原属的为中国国内的申请占90% 国外的占10% 中国研发经费投入持续增加 2017年 中国研发经费投入占GDP总额的2.12% 投入总量为17500亿元 比上年增长11.6% 这有校支持了中国的技术创新体系 从研发活动主体看 2017年企业研发经费为13733亿元 比上年增长13.1% 连续两年实现两位数增长 政府属研究机构和高等学校研发经费分别为2418.4亿元 和1127.7亿元 比上年各增长7%和5.2% 2017年 中国基础研究经费为920亿元 比上年增长11.8% 基础研究占研发经费的比重为5.3% 研发经费投入为中国技术发展 提供了强劲动力 中国每年对外支付的知识产权使用费逐年增加 2017年 中国对外支付的知识产权使用费达到286亿美元 比2001年加入世贸组之时增长了15倍之多 美国比德森国际经济研究所 以古拉斯拉比研究显示 中国为使用外国技术而支付的许可和使用费排名全球第四 高于日本 法国 英国 加拿大 德国 新加坡 韩国和印度 中国已成为技术转让国 据国家外汇管理局最新数据 2017年我国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额为47.86亿美元 同比增长311.5% 增速居国内服务贸易之首 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额的增长 表明中国开始从技术使用者 向技术生产者转变 从世界工厂转变为创新大国 使中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不断强化知识产权创造 保护 运用的重要体现 中国企业是中国技术进步的推动者 合影 灵者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3月21日发表的报告显示 华为以4024件专利申请量 首次位居第一位 中兴通讯以2965件专利申请数 紧随其后 排名第三的是英特尔 达2637件 进入前十的中国企业 还有京东方 专利申请数1818件 位居第七 上榜前50位的中国企业共识家 还有华星光电972件 列第18位 腾讯560件 列第32位 羽龙计算机517件 排名第三十四位 上述事实表明 中国的技术进步和发展动力 来自于自身的创新发展制度和体系 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科学和技术互动关系 是良性的 互相促进的 指责中国偷窃美国技术 纯粹是无稽之谈 作者为中国国际贸易学会专家 委员会副主任 人民日报 2018年7月18日02版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